前两天带猴哥来我家做客 尝了家乡特产豆丹 他貌似不太能接受的样子 于是我今天带他来街上 尝尝家乡的特色美食 感受一下苏美的特色美食 网网鱼 对网网鱼 我们徐州也有 我们有做四个网网鱼 发现是网网鱼 是人工做的鱼 网网鱼是这个两口 两口是吧 对 哇 这个夏天觉得吃的好爽 你分点辣椒 辣哦 对 就是芝麻做碎的 对芝麻碎 以为灯水放过了 只有山东水吃芝麻盐 卷那个煎饼 这个太棒了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了 谢谢 谢谢 多少钱一碗 15钱一碗 谢谢 五毛一碗 哎 水分很多 真的 小时候真有这样 你看 把这拌一拌 就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朋友 是不是这种炸菜 就这个黄瓜 好香 哇 变烤串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这个甜甜的 辣辣的 然后配上一把爽口的 带炸菜的娃娃鱼 小时候就这么吃 多好吃 我喜欢吃这个面条 为什么 小时候喜欢门口去炸 这个这个 一定要变很多 我是炸鱼骨 最喜欢吃白白面包很厚 不要有什么肉 所以你看你把这拌一拌 是自己的味 没有 没有点肚子 当然是吃下一家 还要炸一家 这家也是同小吃到大 反正我每家都是同小吃到大 我手上怎么能不能吃 你在这就已经可以看到这 很烟火气 干什么热的 那个早上带一下 我们两份肉酱炒米馅 两份牛肉砂锅米馅 对 是吧 肉酱的 砂锅的 肉酱的好吃吗 那行 我都要肉酱 然后你给我们加点牛肉在里面 盖子牛肉有十万点 阿爸 咱们你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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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铃铛饭的就不一样 小时候每天零花钱是五毛到一块 发现可能是一百到五百 发现铃铛有个特点 只要吃这些米粉啊 炒面啊 里面啊 都会放一些包菜 打底是吧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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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钱 嗯 来 这个是砂锅 其实我个人是不太爱南京市区的砂锅的 南京市区的砂锅 无非上面就放那个孜然粉 我更喜欢偏六合那边的砂锅 它除这个什么 比较靠近阿辉的五合 那口感偏苏北和阿辉味 偏咸香味 又能有牛肉汤的那种口感 这个就很香 那个汤 再配合上菊州的土豆粉 对 热末砂锅 你不应该去说什么 对不对 同样 你是不是说成熟的 我一个零儿 我说不出软提前 我就知道好吃 嗯 在这个学校附近 我们先跟前九人一起吃饭好了 吃饭了 嗯 这个学校没有前九人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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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